各位同学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学第二节 风险与收益 对于这一节来讲 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股效 股效你们都不会陌生 并且很多同学都有投资股效的习惯 好 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图 下面这个图是上证指数 2021年到2022年2月份 摆个K线图 你们一看这个图啊 高高低低 跌宕起伏 作为股民的同学们来说 心情也会有所上升 也会有所下降 在这一段 别人非常关注的那就是收益 在这一段风险体现的就非常的明显 我们投资股效主要为了获得收益 但是风险如影随形 这是一对暖身兄弟 所以我们经常说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们的第二节 就研究收益的度量 研究风险的度量 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第二节 它的整体的知识框架 对于第二节来讲 我们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单向资产的收益与风险 第二个问题 资产组合的收益与风险 第三个问题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好 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单向资产 对于单向资产来说 它的收益 我们主要研究的是预期收益率 这个预期收益率应该如何计算 我们先记两个字 那就是加权 用加权平均来搞定 那这个加权到底如何操作 别着急 后面详细的预期展开 好了 预期收益率搞定后 下面我们要进行风险的度量 我们会谈及 关于收益率 它的方差 它的标准差 它的标准离差率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研究的对象是单向资产 接下来第二部分 那就是资产组合 对于资产组合来讲 那是在进行投资的时候 投资多个资产 形成一个整体 当然我们的研究对象 主要还是股票 进行投资的一个组合 又是我们的证券组合 好了 对于资产组合来说 同样要研究它的风险 同样要研究它的收益 对于收益来讲 我们依然要计算 预期收益率 好 预期收益率计算 还是在两个字加权 结论就是 不管是单向资产 还是资产组合 只要谈到预期税率的计算 原本就直接加权 就OK了 它应该比较简单 那么接下来 对于资产组合 要进行风险的度量 所以我们会有两项资产 组合标准差的一个计算 那么下面呢 对系统风险进行度量 有单项资产的系统风险 用β系数 有资产组合的 系统风险的度量 用组合β系数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二块 关于资产组合 它的风险有收益 完成了这两块 基础内容的讲解 那接下来第三块 这是我们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对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型 这个是经济学诺贝尔奖的 相关内容 你们必须搞定它 好了 这是我们整个第二节 我们需要完成的三大任务 单项资产 资产组合 以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对于这节来讲 涉及到如下的四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 资产的收益与收益率 相对比较简单 第二个知识点 资产的风险及其衡量 第三个知识点 资产组合的风险与收益 第四个知识点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好 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二个知识点 关于资产的收益与收益率 就一颗星 内容比较少 难度比较低 相关的概念有所理清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关于资产收益的含义 什么叫做收益 收益 那不就是赚了钱吗 对于投资股票来说 赚了钱 这就是我们的收益 我们投资股票 最为主要的目的 就来这赚钱 好 给我们想想 你买股票如何才能赚钱 当你买股票的时候呢 往往就有如下的 两种收益的渠道 第一个 买了股票就是这个公司的股东 那么到了年底的时候 公司净利润比较多 向股东发放鼓励 这当然是你的收益啊 最为投资的收益的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最为主要的收益 在我们国家最为主要的收益 买股票的时候是10块钱 卖股票的时候是15块钱 两者买卖的价差 这数据收益 当然也是收益 第二部分 买卖价差 我们叫做资本利得 叫做资本利得 这也是你的收益 所以总体来说 我们的收益 就应该是 鼓励收益 再加上资本利得的收益 好 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表述 说资产的收益指的是资产的价值 在一定时期的一个增值 你的本钱是10块钱 最终你拿到手的是15块5 那两者之差 这不就是你的增值部分吗 增值的部分 那就是你的收益啊 对于收益来讲 那往往有两种表达方式 第一个 以金额来表示 绝对金额来表示 多少元 多少万元 好 第二个呢 以百分比来于表示 通常情况下 我们以百分比来于表示 为啥呢 相对比例用的比较多 而绝对金额相对比较少 好 我在这儿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和小王春节 我们都回了老家 回了老家 二十几年前 回了老家 那么张大妈就给我们介绍朋友 在张大妈的带领下 我们就去相亲 好 相亲对象就问我们 说你们俩啊 谁赚钱的能力强 好 小王先发言 小王说这一年呢 他赚了二十万 我说这一年 我只赚了五万块钱 好 这是绝对金额来表示 相亲对象 马上就说 你看人家 小王赚钱的能力很强啊 小王能力强 我马上就不同意 我说 五万块钱 确实比二十万要少 但是你来看看我们的本钱呢 好 我说 在这一年 我投的本钱是十万 而小王同学投的本钱呢 那可是一百万 好 给你们看 我们的收益率是多少 对于我来讲 这一年的收益率是百分之五十 对小王来说 这一年的收益率 确实有百分之二十 那请问同学们 再次下个结论 我和小王赚钱的能力 到底谁更强 那显然是我更强啊 我赚钱的能力 我的收益率百分之五十 而他只有百分之二十 所以基于此 虽然我们的收益 可以以绝对金额五万 二十万来进行表示 也可以用相对比例 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二十来于表示 两种表示方式都可以 但是呢 对于相对比例来说 强出了绝对金额的影响 强出了投资规模的影响 更加客观 所以我们在后面 谈到收益的时候呢 更多的以百分比来于表示 好了 我们把前面的内容啊 稍作总结 形成下面这个表格 对于我们投资来说 会涉及到两部分的收益 第一部分 资产现金的净收入 比如说 我们的利息 红利 股息等等 买股息 有股息 有红利 我买公司在线 当然也有利息 那么 恒定的指标 是利息或者股息的收益率 我们主要用百分比来进行表示 那第二部分呢 是资本利得 资本利得 期末期出资产 市场价格差 那就是买卖价差呀 那么 它的衡量指标 是资本利得的收益率 搞定了吗 搞定以后 来 看下面这个例子 假设现在我买股票 买了一手的股票 一手的股票 我们国家是100股 好 那么 买的时候呢 10块钱一股 这样 我投资的本钱 是1000元 好 我把我的四方钱 全部买了股票 那买了这个股票以后呢 持有这个股票 持有一年 在这一年的时间 就如下的一系列的事项发生 第一个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 发了股利 那么 每一股 发0.5元的股利 那么 第二个 一年后 股票的价格 由10块钱变到了15块钱 唯一15元的价格 予以对外出售 对外予以变卖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乙子条件 那请问同学们 如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问 在这一年当中 我获得的股利收益 是多少元 问一下 股利收益 是多少元 这是一个绝对金额呀 好 0.5元每股 我总共是100股 那两者相乘 这不就是50元吗 这是 股利收益额 那么接下来 第二个问题 那请问同学们 我的资本利得 收益 是多少元 资本利得 收益 那买的时候 是10块钱 卖的时候 是15 两者相解 一股 就有5块钱的资本利得 现在我总共买的是100股 再乘一个100呗 这资本利得 那就是500元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请问 我的股利收益率是多少 股利收益率 那么一股是0.5元的股利 每一股呢 我的成本是10块钱 所以我的股利收益率是5% 第四个问题 请问 我的资本利得的收益率是多少 每一股的资本利得是5块钱 那么我的本钱是10块 两者相处资本利的收益率是50% 第五个问题 请问同学们 我投资这个股下 我一年下来的收益率是多少 一年整体的收益率是多少 一年整体的收益率 不就是 股利收益率和资本利的收益率 两者相交吗 整体的收益率55% OK了 好 我们看下面这条题 下面这条题 单项选择题 某投资者购买X公司的股下 购买的价格是100万 当期分的现金股利是5万 当期期末 X公司股下市场价格上升到了120万 这该投资所产生的资本利得是多少万 对这条题目来讲 一定要看清楚题目的条件 他问的是资本利得 资本利得和这个地方的现金股利5万 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一个迷惑条件 直接把它划掉 那么既然问的是资本利得 那就是买卖价差 对吧 一年后我们股下的价格上涨到了120 当初买的时候呢 那是100 两者一相减 这就是资本利得20万 正确的按选择选项D 好了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有的同学啊 选到D啊 心里不踏实啊 那总觉得应该选A 是的 这一年下来 它的整体的收益是25万 这没错 但是人家这道题只是问你 收益当中的一部分资本利得啊 所以你一定应该选D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关于资产收益率的内容 我们刚才说了 对于投资资产来说 它的收益 由原来表示绝对金额 由收益率来表示相对比例 并且相对比例啊 排除了投资规模的影响 所以用的比较多 所以接下来我们主要研究的是收益率 而绝对金额的收益 我们就不再研究 看下面 如果说不做特殊说明的话 资产的收益率均指的是资产的年收益率 又称之为资产的报酬率 收益率和报酬率 这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那么在这个地方 潜规则是 如果不做特殊说明 我们指的收益率都是年收益率 这和我们前面的利率是一样的 我们前面对于利率来说 它有个潜规则 如果没做特殊说明 指的是年利率 从本质上来讲 甭管是收益率 还是这儿的报酬率 都是利率的一种体现形式 好了 我们看一下关于收益率的内心 在这儿呢 我们谈到了三个收益率 第一个是实际收益率 第二个是预期收益率 第三个是必要收益率 对这三个收益率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于理解呢 咱们先顾米思义 先不要看后面的表述 对于实际收益率 你一看 它那个表述 实际收益率 实实在在所获得的收益率 这不就叫做实际收益率吗 从字面上很好理解 但是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 对于实际收益率 虽然可以指 已经实现的收益率 这没啥问题 字面上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还得注意 或者是可以实现的收益率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实际收益率 那么面对未来 一定能够实现的收益率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实际收益率 好了 指的是已经实现的 或者说可以实现的自然收益率 叫做实际收益率 存在通货膨胀的时候呢 还需要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剩下的才是真实的收益率 这个事儿 我们前面的第一节 我们什么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 这两者的结合 这两者的转换 稍微联系一下 好 实际收益率 我们实际上用的是比较少的 我们比较重要的是 如下的这两个收益率 在我们进行投资决赛的时候 如下两个收益率 用的是非常的多 那么第二个收益率呢 叫做预期收益率 第三个收益率 叫做必要收益率 好了 这两个概念 你们一定要理解 什么叫做预期收益率 什么又叫做必要收益率 好 现在我们开始买股票 假设你有100万 那你100万 我告诉你啊 不要存私房钱了 从前往后都在强调 男同胞不要存私房钱 咱们要进行投资 或者再投资 我告诉你 这100万你去买股票吧 好 假设我给你推荐了一次股票 说600519啊 600519是啥呀 国家茅台呀 中华第一股 好 那么对于600519 你现在要开始进行投资的时候 你要进行分析啊 分析它之前的K线图 分析它目前的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其他的相关报表 分析它这个基本面 分析这个行业 分析来分析去 面对未来 你说 对于600519 未来进行投资的话 大概能够获得30%的收益 这就叫做预期收益率 就叫做预期收益率 所以对预期收益率来讲 那是面对一个特定的资产 面向未来 你分析来分析去 得出来了一个合理预期 好 那接下来 你要投资600519吗 那还不一定 因为对于你来讲 是有原则的人 是有底线的人 对你来说 哎呀 投资股票风险很高 你所要求的收益率 那也比较高 你在自己心里 跟自己画了条线 说投资股票 没有达到40%的收益率 我就不投 那么这个40%的收益率 是你心底的红线 是你对于这个股票 必须应该达到的收益率 所以它叫做 必要收益率 必要收益率 好了 请问同学们 根据上面的讲解 两个收益率都出来了 请问 你这100万 买不买600519啊 你分析来分析去 600519买了以后 未来一年 带来30%的收益率 但是呢 你的心理底线说 低于40%我就不投 你的红线是40% 你的底线是40%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显然得出的结论是 不投资 为啥 因为预期收益率 小于了 必要收益率 当然如果说 你的心理底线是20% 要求你投资的资产 必须达到20% 及其以上的收益率 在这种情况下 投不投 这种情况下就投啊 你的心理底线是20% 那600519说 我能给你带来 30%的收益率 咱就买买买 投投投 好了 这就是这两个收益率 它们之间的关系 来看一下它的表述 预期收益率 也称之为期望收益率 这在不确定的条件下 预测某项资产 未来可能实现的收益率 你看 分析600519 分析来分析去 面对未来的一年 它很有可能实现的收益率 30% 这不就是预期收益率吗 那么我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 用加权平均来搞定 好 那接下来必要收益率呢 必要收益率又称之为 最低报收益率 或者最低要求的收益率 表示投资者对某项资产 合理要求的最低收益率 那么 对600519 我们分析来分析去 未来一年 能带来30%的预期收益率 有的人就会投资 有的人就不会投资 为啥 每一个投资主体 心理的底线不一样 它心理的必要收益率不一样 如果我的必要收益率是20% 我就认为 这个600519还挺不错 是吧 我就买 那如果说 你的心理底线是40% 你要求它必须达到的收益率是40% 那你就不会买 这两个收益率 你们一定要去区分 必须要有所区分 好了 接着呢 如下的结论就有了 预期收益率 大于等于必要收益率 我们就进行投资 这个项目就可行 这个股票就可以买 那如果说预期收益率 小于了必要收益率 没有达到投资人的心理底线 没有满足投资人的最低要求 这个时候呢 就不投资 这个项目就不可行 好 这是关于收益率这块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必要收益率 对于必要收益率来说 它有哪些组成呢 看下面这个式子 必要收益率应该等于 无风险收益率 再加上风险收益率 好了 这两部分相加 形成了必要收益率 这实际上是我们后面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一个处形 我们在投资股票的时候 都听说这么一句话 叫做高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低收益 给你们看如下的例子 假设你有一百万 那么现在有两个投资方案 A 纯利银行 纯利银行 B 那就是买股票 好 那如果我告诉你说 纯利银行的话 银行每年的利率是10% 买股票 你能够获得的收益率 也是10% 请问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你来说 你是纯利银行 还是买股票 那么对你来讲 你一定是 纯利银行 为啥 因为存银行 那基本上没啥风险 你存到银行去 天天在家躺着睡大觉 一年后 10万块钱的收益 送到你的手中 那如果说你买股票 预计收益率 虽然预计是10% 但是很有可能 一涨就凶涨 一跌那就很跌 风险太大 所以接着呢 我们就需要 把这个钱存到银行去 这是理性经济人 他的选择 那如果说 要让你把这一百万 拿去买股票 那现在 你心里面就想 要让我买股票 至少这个股票的收益率 要达到30% 要达到30% 为啥 因为承担了更高的风险 就应该有更高的收益率 来进行弥补 那基于此 这个必要收益率 就是这两部分组成吗 首先 无风险收益率 每项资产都是存在的 你比如说 我们买政府债券 假设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是3% 我们假设政府债券就没有风险 政府债券 我们假设就没有风险 那政府做担保 有啥风险呢 没风险 那么 在此基础上 如果说这个资产 风险比较高 我们所要求的 风险收益率就比较高 很有可能 你存银行 风险比较低一些 风险收益率只有1% 那如果说 你买股票 风险比较高 你要求的风险收益率 那可能就10% 所以基于此 你对某项资产要求的 必要收益率 就由这两部分组成 风险收益率 资本市场上 每项资产都存在 并且都一样 那么 不一样的 就在风险收益率这块 风险收益率这块 体现高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就低收益 好 那么有了这个 基本的关系是 接下来 对于无缝衍收益率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区分 区分为如下的两个部分 一 纯利率 二 通货膨胀率 好了 我们的无缝衍收益率 是包含了通货膨胀率的 那么 对于纯粹利率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东呢 好 给我们回忆一下 在前面我们的第一节 谈到了货币实现价值 我们说对于货币实现价值来讲 要去掉两个要素 第一 第一要去掉风险 第二要去掉通货膨胀 那同学们一看 风险去掉了 通货膨胀去掉了 剩下的不就是纯粹利率吗 所以 纯粹利率 那就是我们前面第一节 所谈到的货币实现价值 你看 把风险去掉 把通货膨胀去掉 那剩下的不就是纯粹利率 不就是货币实现价值吗 好 那接下来 对于通货膨胀率 在极低的情况下 那通货膨胀率极低极低 低到哪个程度呢 低到完全可以忽略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的无风险 收益率 就可以等同于货币实现价值 因为如果这个部分 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 无风险收益率 不就等同于货币实现价值吗 那么在实物当中 无风险收益率 我们往往用什么来替代呢 用短期国债的利率 来替代无风险收益率 因为国债 政府做担保 对吧 往往就没有什么风险 那如果说 你觉得它虽然有一点点风险 那这个时候 期限很短 既然期限很短 那风险基本上也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在实物当中 通常用短期国债的利率 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在后面我们谈及 资本质胀定价模型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在主观题当中 他也经常说 短期国债的利率是多少 那你应该把它作为我们的无风险收益率 好了 对于这页PPT 所涉及到这个图 你们应该把它记住 来 看看下面这道多项选择题 多项题 这里关于收益率的说法当中 不正确的用 注意选择是不正确的 选择A 对于某项确定的资产 其必要收益率是确定的 选择A 这是不对的 必要收益率看投资人 那么每一个不同的投资人 那对于必要收益率 他的要求可能也不一样 那比如说 我呢 就不太厌恶风险 对于资本市场 我买股票 那很有可能 对于这个特定的股票 能够带来15%的收益率 我觉得就很好了 我的必要收益率就15% 而对你来讲呢 比较保守 你说要让 要让你买这个股票啊 至少应该达到30%的收益率 那你的必要收益率 那就是30% 所以对于同一个投资资产来说 在不同的投资主体之间 他们所要求的 必要收益率是不一样的 心理底线是不一样的 讲理 无风险收益率 也称之为无风险利率 即是纯粹利率 前面半句的说法没问题啊 无风险收益率 当然可以称之为无风险利率 但注意 那就是纯粹利率吗 不是 无风险收益率 那是纯粹利率 再加上通货膨胀率啊 那么只有在通货膨胀率 极低极低极低的情况下 低到完全可以忽略的情况下 纯粹利率 才可以等同于无风险收益率 讲C 通常用短期股票券的利率 近似的代替 无风险收益率 完全正确 讲D 必要收益率表示 投资者对资产 合理要求的一个最低收益率 是的 代表投资人 他的一个心理底线 心理红线 这道题 正确答案 错误的表述 A和B 好 我们看下面这道题 多项选这道题 如果市场上短期股票券的利率 是6% 通货膨胀率呢 是2% 风险收益率为3% 这下列说法当中 不正确的事 完全考的是 刚才那个计算公式 假A 可以进手的认为 无风险收益率是6% 好 短期股票券的利率是6% 当然 就可以进手的认为 短期股票券的利率 就是无风险收益率6% A正确 讲D 如果说无风险收益率为6% 则必要收益率是11% 好了 必要收益率是无风险收益率 再加上风险收益率 他都告诉了 风险收益率是3% 无风险收益率是6% 两者也相加 那应该是9%啊 是吧 不应该是11% 选上C 如果无风险收益率是6% 则货币时间价值为1% 好了 货币时间价值 这不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纯利率吗 纯粹利率 当无风险收益率是6% 在无风险收益率的记者上 减掉通货膨胀率 剩下的就是我们的 纯粹利率 货币时间价值 通货膨胀率 提杆告诉我们为2% 用无风险收益率6% 减去2%的通货膨胀率 这就得到货币时间价值4% 选上C 从选上D 如果无风险收益率为6% 则纯粹利率为4% 选上D完全中期 所以这要题正确答案 应该是B和C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一个支持点 也就到此结束 对于相关的概念 有所理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는데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